眼看同伴被攻击 举着台湾国旗的民众还想上前理论 立刻被美国警方隔开 在雷根图书馆外挺台湾跟挺中国 两派人马剑拔农张 美国警方警告双方退回道路两侧 避免进一步冲突 抬头一看甚至有中国侨民租小飞机拉布条 写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蔡总统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在雷根图书馆会面 中方传出加码每个人400美金 动员抗议群众 甚至有两名中国男子 想尾随外交人员试图进入图书馆内 似乎发现自己行踪暴露 只能在图书馆外徘徊 美国警方派出防暴犬 以检查进出人员的随身行李 连采访记者也不例外 就是要避免中国动员 不理性的行动发生 蔡麦试计会面力求安全滴水不漏 中国给压力 不只场外抗议 还有记性威胁 就在蔡麦会登场前 包括麦卡锡 以及多位美国议员 都收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长达午夜的内容警告信 扬言中方不会做事不管 并且采取必要行动 敦促议员们取消行程 警告记取佩洛西访台的教训 反而遭美国议员酸 这是可悲威胁 是美台相互勾连 以过境为幌子 纵容台独分裂分子 在美从事政治活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蔡麦会无惧中方施压 还有十八位美国众议员出席 国台办则发声明谴责 批评民进党以美谋独 只会将台湾推向 兵凶战危的险境 蔡麦历史性会晤 台美关系推向新高点 暂时文中好大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